三世信念中,未受菩萨界的居士是否可以当为恼和乐众? 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,可以。 最低限度,他要受三规五界,他才如法,才会有感应。 三规五界,或者是受了菩萨界,如果有名无实,效果都不大。 为什么呢?这个与鬼神打交道,最重要的是真诚,诚着灵。 不诚,那就不灵。 你是真正受过三规五界,三规五界你做到,你没做到,光受那是假的,那有名无实,鬼神瞧不起你。 你真正做到了,鬼神会很恭敬你,而且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。 真正三规有三十六位胡法人。 那受戒呢?一条戒有五位胡戒神。 五戒都受远了,都能做到了。 二十五位胡戒神,三十六位胡法神。 那鬼神怎么会不尊敬你呢? 所以受了一定要做到。 受了做不到,那是欺骗佛菩萨,也欺骗自己,也欺骗众生。 那是有罪的。 这个一定要懂。 那现在我们三规五界,菩萨界受了之后,为什么做不到? 不但您这个做不到,更基本的是善业。 善业是基础。 善业做不到,那三规五界都是假的。 善业做不到,那他不可能做到。 善业是佛家的基础。 善业做不到的时候,所以我们想,还有更深的基础。 善业,那就是孝陈。 善业,人天善法。 所以我们现在用地子规来补习,补这个瘸。 你地子规能够做到了,十三叶就没有问题。 很容易落实。 十三叶落实之后,这三规五界就可以做到。 那就很有受用了。 你说三规五界,你做到了。 你也相信的是,有三十六位互发神,二十五位互戒神。 那就很不容易了。 所以一定要真干。 你要不真干,干假的,没有互发神。 你旁边是什么?妖魔鬼怪。 要么古怪,有的时候跟你开玩笑,有的时候找你麻烦。 所以这个不能不懂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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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